他就拿他的 一個那種鋁製的那種保溫瓶 往我這個頭上砸了一下 老師抓抽菸 保溫瓶打爆學生頭 校園抓抽菸上演全武行 學生還被砸得頭破血流 真是太激動了 冷靜啊 冷靜 前天在台北市立內湖高中 蘇信南學生下課時間在廁所 我在裡面上大號 突然就有人就是一直敲門 我當然覺得很煩啊 是不是抽菸 然後我就說 我就說什麼 當下有點其實有點反應不過來 這樣拎著我的衣靈 然後就硬把我拉出來 他就拿他的一個那種鋁製的那種保溫瓶 往我這個頭上砸了一下 他還想要再砸第二下 我那時候就趕快 趕快把它弄開 然後就把那個瓶子弄在椅上 你死定了 什麼什麼什麼的 就是這種威脅子 我那時候其實已經有點害怕 然後我那時候一直告訴他說 你可不可以冷靜一點 你要不要先冷靜一下 打完了以後 可能我兒子就回教室了 後來是學生 他同學才發現說 他怎麼一直在留學 那個傷口 然後後來就把他送到保健師 學校教官還真 拿著CO檢測儀追過來 要他吹 等等 什麼是CO檢測儀 就是液氧化碳濃度測量儀 抽煙也會導致有液氧化碳產生 學校也以此檢測學生有沒有抽煙 保健師沒吹到 教官再追到醫院 都受傷了還測 被醫護人員制止 先不論他有沒有抽煙 頭上多了個五公分撕裂傷 實在是有點過火 傷口縫了三針 你動手就是不對 你就傷害 更何況你是個老師 校方昨天回應表示 老師是不小心打到他 不過父母堅稱他沒有抽煙 已經對這位動手商人的老師提告 東新聞出手商人就是不對 報導